抗爭还在学习是小学生嘛 所以我下午的时候就去看了一下 发现说现场关于他们的人数 大概就是十几二十人啊 我们把摄影棚 摄影大哥 还有那个后台人员拉在一起 还比他们人还要多 那你是说明了什么 你这个抗争不只是没有公民团体的群众基础 你连自己人都走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画面 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济南路走出去 会发现说警察很紧张哦 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它雷声很大嘛 结果呢就看见说这个保安五队啊 医队啊都发了这个警察过去 然后那个路上发现说这个巨码都盖起来 但是完全都没有人 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 是不是因为万安演习的关系 可是这次万安演习因为防疫的缘故 所以人跟车都是可以动的 那结果继续往下看 在群衔头前面也是空空如也 最后我终于看到两个小帐篷上面写 台北韩家军后援会 里面加起来这个人数 不过就是二十个人左右 那你国民党不就是作秀吗 你喊的那么大 从凌晨开始然后来跑 结果呢 镜头照不到的地方到了下午之后 你的人全部都撤光光了 不只是然后留下一些韩家军 十几二十个这些这个长辈 在外面晒太阳 他之前呢让这些人晒了三天三夜还不够 现在要再让他们这边晒 那你国民党的助理呢 你公民团体呢 完全是领完全都是没有 这个就是国民党 我抗争的一个方式 我不进去想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陈局让建材院长不是任 为什么不在直选的时候去面对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剥夺其他在野党 包含时代力量去直讯成局的一个权利 也关闻的是说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底下 为什么他不是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些民生法案 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十五个执政县市 他们也是地方的执政党 地方的执政党是不是有什么需求 可以跟中央讲 可以跟中央直询 他们为什么走这个阵路去做 他们如果提出了民生经济法案 如果他们关怀弱势的话 自然就有各地的民众来声援 可是国民党不但做不到这一点 还短时尽力的继续炒作 陈局这些议题 真的是非常的可耻 好来看立法